人类的利益 还有些人 他关注的是身边具体的人 如果一个人 每天为全世界的医疗事业而奋斗 和另外一个人 是每天给你看牙的牙医 你觉得哪个人更重要 对我而言 可能 给我看牙的牙医 我觉得会更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托斯托耶夫告诉我们 要爱具体的人 不要总是想着爱抽象的人 知识分子的一个经常性的倾向 就是我们喜欢抽象概念 我们胜过具象的事 但是一个越爱抽象人的人 往往越难对具体的人表现惯爱 因为抽象的人是美好的 抽象的人存在于理念之中 但具体的人都是有缺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越是感到抽象人的美好 你越会发现具体人 你身边人的可恶 可比 可耻 但是真正的爱 一定是对具体人的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现代社会 人会越来越孤独 因为你的朋友圈越来越多 你感觉认识你的人 和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你甚至可以跟三千公里以外的人聊天 但是你却跟你身边的人没有话聊 而真正的感情一定是要投入时间的 真正的情感一定是附着在一个具体人的对象 所以我们需要有抽象 我们更需要有具象 抽象是对自己的 抽象不是对别人的 但你看到了人的美好 你要努力让自己变得美好 而不要因为人的美好 就要强求你身边的人变得美好 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美好 你为什么要强求别人 你自己都做不到 你为什么要强求别人 但你看到了抽象的美好 它提供了一个标本 来改造你自己 让你自己能够更关心你身边的人 打开腾讯新闻APP 搜索节目名称 看更多精彩内容